我 我發現我老公把這個娃娃菜 買回來之後有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全部都要全食物營養都要吃得到 所以我們剩下的這個菜心 他都問我怎麼辦 我說這樣丟掉很可惜 我可以做涼拌娃娃菜心 我發現這個娃娃菜心也是 它外面皮很厚 要小心喔 要弄到手 好了 你看弟弟 我的娃娃菜心 它真的我覺得 當我把這個皮削掉之後 我覺得它真的好像掛材 跟娃娃菜結合的一個感覺 裡面感覺就像一個菜心 所以因為我感覺 它不像花菜心那麼密實 那麼硬 所以我不要切橫切 又加上那麼大 我要切直的 那我們處理完的時候 這個已經切成就像 好像水梨般的那種菜心 要切成一公分的長段 然後我們就擠一點檸檬 今天我們做原味最簡單 因為我感覺它像水果的水梨一樣 所以我只要用檸檬 加上楓糖醬 好香喔 這樣是餡脂很香 唯一鹼性的糖就是楓糖漿 如果說酸性體質的人 最好用楓糖漿對不對 因為有時你用冰糖還要去煮過 檸檬的維他命C就會流掉 最省事了 你看 請你吃 哇 還很脆耶 喔 好吃耶 喔 好吃也好